在我三岁的时候,亲生母亲去世,那时我还小,抓着妈妈的棺材不撒手,村里人看着都忍不住掉眼泪。 爸爸既要照顾我,又要干活,他就想把我交给姑姑和叔叔照顾两天。 可姑姑说他头疼带不了我,叔叔也说家里忙管不过来。 没办法的父亲只能用绳子将我绑在床上,周边放些玩具和零食。 有一次我吃东西的时候噎住了,等父亲回家,我的脸已经憋死了。 父亲吓了一跳,他知道家里没个女人是真不行,于是就四处托人说亲。 当时父亲什么要求也没有,只要好好的对我就行。 第二年春天,继母进门了,说起来她也是个苦命的女人。 早些年继母与丈夫拼命地干活,好不容易熬过了苦日子,那个丈夫却嫌弃她人老朱黄离了婚。 继母有个儿子,夫家不同意继母将孩子带走,最终她只能净身出户。 介绍的媒人说,月媒是个好女人,你千万不能辜负了她。 那时我还小,只知道有位漂亮妈妈来到我身边,我再也不用吃馊饭了。 继母把我过冬的棉袄续上新棉花,我穿上暖和极了。 以前被村里的小伙伴欺负我只能躲在一角哭泣,现在继母会上门给我撑腰。 她插着腰与村里的泼妇对骂,最后来上一句,谁敢欺负我儿子,让她好看。 那时候,我是真心把她当妈妈看待的,我们两个也一向亲厚。 可惜十二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我的看法,我从那开始就对继母不待见了。 有同学买了自行车,我很羡慕也想买一辆,不过这一次继母没有答应我。 她说,等秋天下卖了稻子我再给你买,你先等些时日。 我有些失望,偏偏这时候买了自行车的同学煽风点火,你知道她为啥不给你买吗? 因为她不是你亲妈。 只有亲妈才会疼自己的孩子,后妈都是虚情假意。 耳边传来了同学们的嘲笑声,我气馁地往家里走,一边走还一边给自己做心理建设。 妈妈对我挺好的,他们一定是故意挑拨,我才不上当呢。 还没等我走到家门口,就看到继母和她的亲生儿子说话。 那孩子叫春生,直比我大一岁,有时放假的时候会来找继母,我们甚至还在一起玩。 而今天有些不一样,春生哭着说,爸爸有了小弟弟就不怎么管我了,前两天我想买个书包她都不给钱。 继母也忍不住掉眼泪,她转身回屋,出来的时候手里就多了五十块钱。 她对春生说,妈妈也没有多大本事,你拿着钱去买书包吧。 我不知道继母的难处,只知道她有钱给儿子买书包,没钱给我买自行车。 从那以后,我便处处刁难继母,我会将饭菜倒掉,让她重新做,甚至会在她休息时向她的身上放虫子。 但对于这些,继母从来没有说过我一句,这也让我更加肆无忌惮了。 继母睡午觉,看到她的柜子没有锁,我便悄悄地将柜子里的钱拿走。 整整三百多块钱,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就是一笔巨款。 我先是用钱请朋友们大吃了一顿,然后用剩余的钱去镇子上的商店买了辆崭新的自行车。 我本以为继母会不管我,甚至像从前一样阻止父亲打我,可这次我失策了。 继母拿来藤条抽打在我的身上,一边打还一边说,不管你怎么恨我,但你偷东西就是不对,我就有资格教训你。 这顿打让我记忆犹新,我疼得两天没有下地,不过也是从那时起,我再也没敢做什么出格的事。 我对继母变得更加冷淡了,基本上从来不和她说话。 父亲工作的时候从高处跌落,她从此就瘫痪在床。 因为是工商,父亲有了一笔二十万的赔偿金,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目。 自从有了赔偿金,我的姑姑和叔叔就三天两头地来学校找我,还请我吃饭。 他们对我说,你父亲那笔钱现在在继母手里,她肯定会把这钱留给自己的孩子,你可得留个心眼吧。 他们甚至还给我出主意,让我回家向继母要钱,到时候这个家就我说的算。 我回到家就向父亲和继母要赔偿金,他们不给我,我就倒在地上又哭又闹。 这时,父亲把我叫到身边,等我走近,他就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。 他生气地对我说,你姑姑和叔叔什么心思你不知道吗? 恐怕赔偿金钱缴到你手,后脚就被他们给瓜分了。 如果你在这么胡闹,那就去给他们当儿子吧。 这话不可谓不严厉,这下我彻底地消停了,再也不敢提赔偿金的事。 继母对父亲照顾得很用心,父亲躺了那么多年,身上一点味道也没有。 左邻右舍都羡慕父亲娶了个好女人,我虽然对她有感激,但心里也有疙瘩。 尤其是继母的儿子读大学,继母居然出了两万块钱,这让我怀疑这是从父亲的赔偿金里拿的。 不过想着,这么多年,继母没有功劳,也有苦劳,我也就没说出口。 后来我和春生都去镇子上工作,继母则在家里照顾父亲,直到我接到父亲病重的消息。 父亲躺了这么多年,他能挺到现在已经算是不容易了,所以他的去世大家心里都有数。 早在父亲还没厌弃的时候,姑姑和叔叔就曾交代我,趁着这功夫,你赶紧把家产都握在自己手里,否则你以后再后悔就来不及了。 可我此时十分悲痛,根本就无心管这些事情。 三天后,父亲终于下葬。 葬礼结束后,叔叔和姑姑就让继母将家中的钱拿出来。 这钱应该属于我们的侄子,凭什么你一个后来人把持着不给? 一向温柔的继母拿着棍子就将叔叔和姑姑赶了出去。 他大声怒道,我嫁进这个家这么多年,这笔钱我拿得名正言顺,如果你们对这钱起什么歪心思,那咱们就拼个你死网破。 继母的样子太吓人,仿佛下一刻就要与人家拼命,叔叔和姑姑落荒而逃。 等这些事情都解决了,继母提出要到亲生儿子那里住。 我自然没什么资格阻止,于是就点头答应了,至于那笔赔偿金我没有过问。 因为继母说得对,这么多年来都是她照顾父亲的,这钱理应归她。 春生开着小汽车来接母亲,临走的时候继母嘱咐我,等我离开,你打开抽屉。 等继母离开后,我打开了抽屉,里面是一张二十万的存折和一封信。 原来继母从来也没想过用这笔钱,她一直是帮我存着的。 之所以会和姑姑,她们对质,就是让她们知道这笔钱,她把持着,让她们有什么事冲着继母去。 继母再三叮嘱这笔钱,不可以给任何人,那是父亲留给我最后的念想。 等读完信我忍不住潸然泪下,继母一直为我打算,而我却觉得她是个贪财的人,甚至还对她冷眼相待。 后来我去向继母道了歉,我们两个在父亲走后成为了真正的一家人。 每到过年过节我都会带着妻儿去继母那里团聚,我和春生的关系也如亲兄弟一般,继母很高兴。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,千万不能听其他人的挑拨,要用心感受这个人是否真心对你。 嘴上说着关心你的人往往都是算计你的,只有在行动上帮助你,他才是你一生的贵人,一定要多加珍惜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《潜谈人生》,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。 他33岁,工资11000,老婆被打,他收回父母房子,每月给2000养老。 刘延33岁,是电力公司工程师,工资11000,老婆叶秋31岁,是高中的体育老师,每个月工资5500。 刘延下班后,去接叶秋,看见他受伤的胳膊还是有些生气,都这么大的人了,一点都不心疼自己。 叶秋上车,看见他冷着脸,说:「哎,你一个大男人,怎么还在生气啊?我都说了我不是故意的,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学生受伤不管吧,我可是老师,老师,你懂不懂?」 刘延瞪了他一眼,什么话都没说,开车回家。 在家附近的超市,刘延去买菜,叶秋也跟着,他从小性格外向,很喜欢和男孩子一起,上墙爬树,做饭是真不行。 看见刘延,拿起牛大骨,他求饶着说,刘延,能不能不喝牛骨汤了? 虽然你手艺很好,可是天天喝,也喝不下去啊,你看我都胖了,身材都不好了。 刘延又冷冷地看了他一眼,叶秋无奈地垂下眼,哎,他能怎么办? 老公还在生气,他只能忍着了。 刘延看叶秋垂着头,一副受气小媳妇的样,忍不住笑了笑,立马又板着脸。 他可不能让他看出来,不然更是无法无天了,一个体育老师经常受伤,像什么话? 回到家,刘延和叶秋去幼儿园接回儿子,儿子扑过来拉住叶秋的手。 儿子子芮苦笑着说,妈,你这手什么时候能好? 叶秋瞪了他一眼,这个傻儿子,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,说,赶紧回家,我盯着你背书,这么长时间,三字经都还没背完。 子芮苦着脸,甩开了他的手,对刘延说,爸,你能不能管管你老婆,她这么摧残我这颗小花朵,太过分了。 刘延笑着说,好,那今晚背不下三字经,你就不用吃饭了。 子芮睁大眼不敢置信地看着爸爸,太过分了,两人狼狈为奸,欺负他这个小宝宝,呜呜,子芮一个人搭了着头。 慢慢走在两人后面,看起来分外凄惨。 回到家,刘延去厨房做饭,用砂锅先把牛骨汤炖上,然后做别的菜。 叶秋的胳膊骨折,怎么也得一个多月,现在才过了一周,他们家吃饭很清淡,儿子很不开心。 客厅里子芮换了居家服后,靠墙道立,嘴里还在背三字经,他在心里叹气,哎,有个五力值报表的老妈,谁知道他心里的苦啊。 三字经背得很顺口,道立对他来说也是小事,他还能分心自卑自叹一下,子芮觉得自己太厉害了。 背完最后一个字,他利落地翻身落地,得意地看着叶秋,心里想着,哼,看看,不就背个三字经? 小意思,叶秋吊着胳膊,笑着说,哈哈,不错不错,我家子芮一看就像我,聪明。 刘言听着叶秋的话,默默为儿子默哀了一下,这小子都被叶秋忽悠了多少次,怎么就学不乖呢? 这时,他已经听到叶秋说,嗯,三字经背得溜,理解也不错,那明天就开始背地子龟吧,作为华夏好儿郎,当然要弘扬古文化。 子芮以为他背完三字经,就可以和小朋友一样,看动画片,玩玩具,心里正在想着,乐得小脸上全是笑。 可妈妈说什么?背地子龟,那是什么?他为什么要背地子龟? 子芮哭了,他跑进厨房抱着刘言的腿,哭着说,呜呜,爸爸,我们俩太可怜了,你怎么管不住你老婆,呜呜,爸爸,你是不是打不过妈妈? 刘言真是哭笑不得,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儿子,说他真的打不过叶秋。 还是说他不能打叶秋? 他洗了手,抱着儿子走到客厅,笑着说,不哭了,你不是说你是个小男子汉,怎么能留着鼻涕哭呢? 子芮哭得更伤心了,刘言说,不哭了,不哭了,这周上课结束,爸爸给你买了膏,你一直想要的那款。 子芮一下子停止了哭声,说,爸爸,爸爸,真的吗?你可不能骗我,妈妈也听见了,如果你说话不算话,我就让妈妈罚你背三字经。 刘言看着儿子收放自如地哭,觉得这小家伙就是故意的,不过他们俩本来就商量好给他买玩具,这下也算各自如愿了。 吃饭的时候,子芮又伤心了,自从妈妈胳膊受伤,他们家每天都有骨头汤,其他菜也是少油少盐,他好想吃个香辣鸡腿啊。 看着抗议无效的妈妈,他觉得爸爸做得对,哼,谁让妈妈逞英雄,还让自己受伤? 哎,如果爸爸给他烤个鸡腿就好了,子芮无精打采地吃着饭,嘴里淡得吃不出一点味,刚开始他特别喜欢的汤,现在也没有什么味道。 一只烤鸡腿,反着油光,上面还有红红的辣椒粉,油滋滋地出现在他的盘子里,子芮揉了揉眼睛,惊喜地咬了一口,天哪,真是太好吃了。 他眯着眼睛,说,爸,你真是太牛了,这鸡腿比外面买得还好吃。 这时他看见妈妈忧愿地看着爸爸,还眼泛绿光地盯着他的鸡腿,赶紧护住自己的碗,低头狂吃起来。 叶秋在流言的强迫下,又去医院做了检查,医生严肃地说,你这胳膊必须好好养着, 不然以后稍微有点碰撞,就会再次骨折,还会越来越严重。 叶秋好想堵住医生的嘴,让他别再说了,流言已经阴沉着脸了。 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点头,医生说什么,答应什么。 哎,从小到大,他什么时候这么憋屈过,可看流言温润的样子,他心里一阵冷冽,他还是乖乖的吧。 走出医院,他说,你要不要请假? 叶秋赶紧摇头,说,不用,不用,我现在上课都是用嘴指点,你别担心,我一定自己多注意。 流言,嗯,那我再相信你一次,中午吃什么,你自己明白吧。 叶秋蒙点头,说,嗯,嗯,我知道,我知道。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,叶秋觉得自己这辈子是灾了,一看流言冷着脸,他就不敢反抗, 当然,也是因为他自己做错了事,哎,有个宠着自己的老公是好,可有时也很烦恼啊。 流言回到单位,被叫到领导办公室,原来是让他去参加学习,这次培训需要半个月,按领导的言外之意,培训回来他就可以升职了。 他有点犹豫,这机会可不容易,多少人求之不得呢? 再说,他也想升职加薪,作为一个男人,谁不想呢? 可是他出差了,家里怎么办? 叶秋平时都不做饭,更别说现在还吊着胳膊。 他给叶秋打电话,说,叶子,你要不要带子芮回家住几天? 我让叶峰好好盯着你。 叶秋奇怪地问,怎么了?你要去哪儿吗? 流言稍微迟疑了一下,说,领导安排我去培训,回来多半能升职。 叶秋听了很高兴,说,那肯定要去啊,我和孩子你别担心,我们两个在家没问题的。 流言冷哼哼着挂了电话,他信叶秋才怪呢,刚想给叶峰打电话,让他接送叶秋和孩子,妈妈的电话来了。 接通后,妈妈说,流言,我和你爸想去看看子芮,我们都有一段时间没见他了。 流言心里不太乐意,爸妈是什么人,他最清楚,来家里肯定又是各种嫌弃。 可是妈妈不想放弃,一定要来家里住几天,他搞不懂妈妈到底打算做什么,不过正好他要出差,那就让妈妈照顾一下叶秋和孩子吧。 流言说,妈,那也行,正好我要出差两周,叶秋胳膊受伤了,你帮着做做饭。 爸妈来了,叶秋在门口点了几个菜回家,给叶秋炖了猪蹄汤,炒了两个清淡的菜,一家人开始吃饭。 饭后,流言说,妈,叶子胳膊骨折,必须好好养着,你没碗给他炖个骨头汤,他吃的饭菜必须清淡,你别听他的。 妈妈笑着说,哎呀,你都说了好几遍了,放心吧,你妈多大的人了,还不知道怎么照顾他。 流言皱眉,他真有点不放心,又说,妈,家里发生什么事了,你和爸怎么想着要到我家住几天? 妈妈,哎呀,你这孩子,我和你爸就是想孙子了,还能有什么事? 想着叶秋的战斗力,流言觉得就算妈妈要做什么,他也不会吃亏,也没多说什么,准备东西,第二天就走了。 叶秋接儿子回家,看着桌子上的菜,心里有些火,别说有个什么骨头汤了,一桌子红艳艳的,别说它,孩子都不能吃。 子芮说,奶奶,你这做的什么?怎么全是辣椒,我妈不能吃的。 婆婆笑着说,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,想要伤口好得快,喝骨头汤根本没用,你妈本来就爱吃辣的,这样的菜她胃口好,吃得多,吸收得营养多久,骨头才能好得更快。 叶秋看着她的笑脸,劝自己沉住气,怎么说她也是流言的妈妈,她不能胡来。 她笑了笑说,妈,我娘家有事,我先带子芮回去住两天,周末再回来。 说完她让叶峰来接她,又给子芮请了假,这两天她也别来回跑了。 婆婆笑得特别慈祥,说,小秋啊,你这样不好吧,流言知道了,还以为我没给你做饭呢。 叶秋直接收拾自己和子芮的东西,她从小就不是个温柔的人,对这些叽叽歪歪的事很反感,她觉得实在没必要。 陪着婆婆演戏,还是回家躺着休息吧。 和流言视频的时候,她就看出这是岳父家,她也没多说什么,让叶秋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胳膊,不能吃辛辣食物。 子芮正好听见了,过来皱着小眉头说,爸,奶奶说吃辣椒,好得快,桌子上的菜都是红彤彤的。 流言挂了手机,有些无奈,她也想不通爸妈了,既然来家里看孩子,那一桌的辣菜,别说叶秋了,子芮也不能吃啊。 她只能想着培训尽快结束,然后回家,爸妈看来是指望不上了。 周末下午,流言回到宾馆,给叶秋打视频,接通后吓了一跳,怎么又在医院,着急地问,叶子,你怎么又住到医院了? 你脸上受伤了,子芮听见爸爸声音,跑过来哭着说,爸,爸你快回来,妈妈被爷爷,奶奶,小叔,小姑打了。 流言很愤怒,看孩子哭红的眼睛,说,子芮乖,不哭了,要照顾好妈妈,爸爸现在就去买票。 叶秋赶紧说,流言,你别冲动,叶峰和我妈都在医院呢,就是脸上有点伤,过两天就出院了,你这么回来,怎么和领导交代? 流言,没事,我可以和领导解释,家里出了事,他肯定也会理解的。 叶秋,流言,你听我的,我没事,如果你敢现在回来,我可不会原谅你,你应该知道我性格的。 挂了电话,他心里很烦,可是他知道叶秋是为了他,他自己也明白,如果他现在回去,领导是不会再提拔他的,而叶秋也会真的生气。 正在这时,妈妈的视频来了,他也想听听妈妈的说法,接通后,他又正住了,妈妈也在住院,旁边的病床上还有弟弟和妹妹。 他揉着眉头,问,妈,到底怎么回事?你们这是怎么了?妈妈瞪着他,眼里喷着火花,说,哼,还怎么了? 还不是叶秋他家人打的,呼啦啦进来一帮人,对着我们几个就打,天哪,真是没天理了,我要告他们,我一定要告他们,流言,妈,他们家人怎么回来家里打人。 又为什么要打你们?妈妈,还不是紫瑞那个白眼狼,打电话叫人来的,进门跟风了一样打人,还是没有说原因,妈妈已经说,流言,你现在就回家,你一定要给我们个说法,这次不告他们坐牢,我绝对不罢休。 流言想起叶秋和妈妈的态度,心寒了一下,不管什么时候,妈妈从来没考虑过他,这么多年他早该习惯了,可听他完全不顾他的前途时,他还是有点难过,妈妈从来没想过,这时候他回来意味着什么吧? 其实不是不知道,只不过他不在乎罢了,如果是流泪遇到这种情况,妈妈就算腿断了,也不会让他回来的。 想起叶秋的威胁,流言说,妈,我暂时回不来,如果你站立,我再不再也没什么关系,你直接打110报警吧。 说完他就想结束视频,问叶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妈妈已经急忙说,流言,我们几个都要住院,需要请个人照顾,你转一万块钱过来。 流言冷淡地说,妈,刘磊和刘娟都有工作,请个护工的钱,他们都有,再说,你不是要告吗? 只要有理,这些钱有有错的一方全款支付的。 挂了电话,他让自己冷静下来,冲泡了一杯黑咖啡,慢慢喝了起来。 和叶峰通过电话,流言心里愤怒又失望,还有对自己的心疼,他想着是不是自己不是爸妈亲生的。 他们为什么不喜欢他? 原来,叶峰和孩子周末回家,没多久,刘娟和刘磊也过来了,妈妈还是做了一大桌子菜,不过都是辣的,叶峰也无所谓,这年头,这点算什么事呢? 他点个外卖就行。 他们吃饭的时候,他和子芮回房间,陪着子芮堆乐高,两人乐得哈哈笑。 后来,刘娟喊他出来一下,有事要商量,他让子芮在屋里继续玩,他出来坐在沙发上。 婆婆说,叶峰,小蕾快要结婚了,现在还缺十万,你们当哥哥嫂子的,帮他一把吧。 叶峰笑着说,呵呵,妈,流言不是已经给了十万,怎么又要十万? 这次的十万又是做什么用的? 婆婆,哎,你是不知道,现在结婚要多少钱? 女方要彩礼,要五金,还要求有房子,有车子,到处都要用钱。 叶秋,哦,对了,爸妈,你们住的那个房子是我们的,你不会想着让刘磊用那套房子结婚吧? 婆婆不敢置信地问,什么? 那房子是刘盐买给我们的,就是我们的房子,凭什么刘磊不能用来结婚? 叶秋,妈,你说的没错,那房子是买给你们养老的,可房子本身是我们的,你们只能住,却不能做主。 婆婆开始破口大骂,说她想得美,那房子绝对不会给他们,越骂越生气,刘娟和刘磊也不甘示弱,和婆婆一起骂起来,最后竟然扑过来打她。 叶秋,胳膊受伤,只能尽力护着自己的胳膊,被他们四个打得生疼。 她有些难过,公公竟然也过来打她,还有小叔子和小姑子,她和刘盐帮了家里那么多,最后竟然得了这么个结果。 叶秋努力护着胳膊,也愤怒地用脚踹他们,紫睿出来了,不停地在哭,她害怕伤着儿子,喊她赶紧去卧室。 紫睿竟然给叶峰打了电话,接通后哭着喊,小舅舅,小舅舅,快来救妈妈,快来救妈妈,他们打妈妈。 呜,挂了电话后,她哭着想去帮妈妈,可是妈妈会不高兴,紫睿不管了,她跑出去要帮妈妈挡着,听奶奶说,小娟,你把紫睿拉开,这孩子也不是个好的。 紫睿被甩在了一边,小胳膊好疼,她哭着喊妈妈,叶秋很郁闷,如果她不是要吊着胳膊,如果不是她要护着受伤的胳膊, 这几个人算什么,真是虎落平阳,被犬欺啊。 紫睿听到敲门声,爬起来努力打开门,叶峰带着好几个人走了进来。 叶峰抱起紫睿,其他人已经冲了过去,叶秋被拉了起来,让她在一边待着。 叶秋看着自己的两个婶婶,还有堂哥堂弟,笑着看他们打成一团。 婆婆和刘娟被两个婶婶撕着头发,用手使劲拧着,而公公和刘磊也被堂哥和堂弟们打得抱头鼠窜。 叶秋看差不多了,让他们停手,虚弱地喊, 婶子,婶子,我胳膊疼,我被打坏了,快送我去医院。 刘炎想着发生的这事,心里特别苦涩,爸妈真是太不知足了,他们到底想怎么样? 他想起自己从上了大学,家里没给过一分钱,当时爸爸说, 刘炎,你已经长大了,以后自己的学费,生活费都要靠你自己, 家里还有弟弟和妹妹,我和你妈只能打零工,没能力帮你了。 他当时觉得能让他读书,已经很好了,他每天上完课,下午四点开始去打工。 学校不远处有个夜市,他在一家烤肉店找了份工作,从四点上班到晚上十二点。 刘炎现在想想,就得自己真傻,当妈妈知道他打工后,别说给他钱了, 反而每月让他给家里八百。 他只要存够自己的学费,就会给妈妈钱,在他看来,他是家里的老大, 帮爸妈养弟弟和妹妹,是应该的。 他毕业后,直接考进了电力公司,有单间宿舍,工资也不错, 他很开心。 弟弟和妹妹相继考上大学,妈妈说, 刘炎,你现在有工资了,就帮帮小娟和小蕾吧, 他们的学费我和你爸给,生活费就靠你了。 刘炎说,妈,我觉得他们可以和我一样打工, 我四年不是都这么过来的,我还要每月给你八百呢。 妈妈,哎呀,那怎么一样,你是老大,本来就该帮弟弟和妹妹, 他们从小没干过活,怎么能打工? 刘炎觉得累,他和弟弟只相差三岁, 不过弟弟上学晚,从小被妈妈宠着, 家里干活的只有刘炎, 而其他两个都是小孩子。 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, 如今又是这样,但他不想管了。 刘炎说,妈,我刚毕业,工资很低, 还要想着存钱买房子, 小娟和小蕾有你和爸帮忙, 我就不掺和了。 可是,妈妈死活不同意, 如果她不给钱,除非和家里断绝关系。 刘炎当时愣住了, 他没想到妈妈会说出这么无情的话, 最后他妥协了, 每月给刘娟和刘蕾个五百。 后来他认识了叶秋, 刘炎一直以为自己喜欢温柔的女孩子, 却没想到, 看见英气洒爽的叶秋, 第一眼就被深深吸引。 他们开始约会, 不是被他拉着去爬山, 就是去打篮球, 而坐在奶茶店深情凝视, 那就是做梦的情节。 叶秋当了学校的体育老师, 两人想结婚了, 正好公司有福利房, 比外面市场价便宜很多, 他凑钱买了现在住的房子。 那时, 他找妈妈借五万。 妈妈瞪着他说, 刘炎, 你脑子进水了, 就我们家这情况, 哪里有钱让你买房, 你还不如把凑到的钱都给我, 我给小蕾和小娟找工作。 刘炎很失望, 见叶秋的时候垂头丧气, 叶秋骂他不和自己说, 当场给他转了五万。 叶秋说, 刘炎, 你们公司还有人不想要房子吗? 刘炎, 有吧, 我听说, 有人把自己的房子指标卖给别人了, 不过要好几万。 叶秋, 嗯, 那你帮我打听一下, 这房子这么便宜, 我也想买一套。 后来, 叶秋直接买了三套, 当时流言惊地瞪圆了眼珠, 那时候他才知道, 原来叶秋家是做生意的, 而且他们是家族企业, 当地很有名, 他买房的钱都是从小到大存的。 刘炎想他们两人差距真大, 不过看叶秋平时的做派, 真是一点都看不出来。 他有点打退堂鼓, 可叶秋才不管他, 说, 刘炎, 我们结婚吧。 当他带叶秋回家见父母, 妈妈说, 刘炎, 你娶谁, 妈都没意见, 不过家里一分都帮不上你。 刘炎现在还记得, 叶秋睁大了眼睛, 他肯定没想到, 他爸妈会这么说吧。 后来他才知道, 爸妈给刘磊和刘娟报了培训班, 一个人八万, 总共花了十六万。 他笑了, 爸妈舍不得借他五万, 可对他们两人真是花多少都舍的。 他们从家里出来, 叶秋笑着说, 哈哈, 那算我娶你好了,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。 他们结婚的时候, 彩礼叶秋家只要了一万八千八百八十八, 而嫁妆给了五十八万。 刘炎觉得自己很没用, 可是叶秋说, 刘炎, 只要我们两人关系好, 其他的这些都不重要, 现在是我家有这个条件, 如果没有, 就算我们只是请人吃个饭, 也能结婚。 他觉得自己想差了, 只要他和他真的相爱, 只要以后自己一心对他, 其他的真的不重要。 婚后两人感情特别好, 叶秋不会做饭, 还不爱惜自己, 他每天下厨做好吃的, 盯着他不能做危险运动, 而他每天早上拉着他跑步, 他们一起用心经营着自己的幸福。 叶秋怀了孩子后, 刘炎更是小心翼翼照顾他, 有空就盯着他, 就怕他不注意伤着他和孩子。 叶秋家对他很满意, 说真是一物降一物, 别看刘炎温润斯文, 却把叶秋管得死死的。 后来他用公积金、奖金等钱买了一套房子, 是给儿子的, 每月要还贷, 可爸妈知道后, 一定要搬过来, 说农村条件不好, 他们老了, 身体不好, 想在城里想想福。 刘磊和刘娟报的培训班不愧是VIP, 刘磊考上了乡镇的公务员, 刘娟考上了事业单位, 爸妈带他们住到了他的房子里。 刘炎坐在宾馆的小桌前, 一杯一杯喝着啤酒, 每次想起这些事情, 他都觉得自己是捡来的, 可是这次他们太过分了, 明知道叶秋有伤, 还四人合起来打他, 他们还当他是家人了吗? 他忍不住哭了, 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叶秋, 他心里一遍遍想着, 回家要给叶秋和自己讨个公道。 他知道妈妈肯定不敢报警, 叶秋是老师, 可叶峰和其他人都在自家公司, 刘磊和刘娟不一样, 他们的工作不允许他们有案底。 好不容易培训结束, 刘炎心急活了赶回家, 他嘴上全是炮, 可见他这段时间有多煎熬。 他去岳父家接回叶秋和儿子, 一个人去看爸妈, 敲开门, 妈妈看见他, 哭诉着说, 刘炎, 你终于回来了, 你可要为我们家做主, 我们差点被叶家人打死了。 刘炎, 妈, 那你怎么不报警? 你不是要让他们蹲大牢吗? 看妈妈又要哭, 他冷冷站起来, 说, 妈, 这房子我已经卖了, 你们回老家去吧, 这房子后天就有人搬进来, 你们抓紧时间。 刘磊大声说, 哥, 你什么意思? 我要用这房子结婚, 你怎么能把它卖了? 刘炎盯着他, 说, 就因为这房子是我的, 我想让你们住, 你们才可以住, 现在我都卖了, 谁管你怎么结婚? 妈妈打他, 说, 刘炎, 你怎么能这样? 你这是不想让我们一家活呀, 我要去告你不孝, 你就是个白眼狼, 我不搬, 我就是不搬, 看你能拿我怎么办? 刘炎, 呵呵, 可以呀, 但是报警, 让刘磊到时给警察好好解释一下, 他又说, 妈, 如果你们愿意, 你们搬走后, 我每月给你们两千生活费, 不愿意那我也不管了, 反正家里有三个孩子, 法院怎么判我怎么给, 过了两天, 买房子的人换了门锁, 找人把东西扔了出去, 而他爸妈坐在楼下哭, 刘炎把卖房的钱都给了叶秋, 让他提子瑞投资在他家公司, 叶秋和子瑞对他的表现特别满意, 这让他也很得意, 刘炎想, 既然爸妈从来不爱他, 那他也不强求, 好好和老婆孩子生活, 对他就是最好的, 写在最后, 刘炎是幸福的, 他有一个爱他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, 在他们的努力下, 一家三口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, 他也是不幸的, 他在自己家里, 从来不是被偏爱的那个, 可是他有自己的主见, 对父母可以养老, 绝不纵容, 因为他有需要追寻的幸福, 杨将先生说, 礼物和爱都不要伸手去要, 主动给的是偏爱, 伸手要的是施舍, 没有人会不懂浪漫, 只是看他用不用心, 爱和敷衍是两码事, 仪式感跟穷没关系, 爱你的人总怕给你不够, 不爱你的人生怕你要的太多, 有些事情不需要答案, 态度和细节就是最好的答案, 而刘炎是幸福的, 因为他和叶秋是彼此偏爱的, 他们是相爱的, 刘炎是幸福的, 他卖了房子, 赶走父母是对的, 你们觉得呢, 欢迎评论。